两个月是大涨4成的一个情况 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启示 也就是当一家好公司 遇到倒霉事的时候 就是它长期买点的浮现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燕有约 我是燕丽 台股真的是强强棍 上个礼拜是大涨了5% 大家都在说 外资现在喊台股上看1万9是今天吗 如果我们真的要跟着外资发财 究竟有哪些潜地股要如何操作 今天节目里头都会帮大家做完整的分享 上个礼拜是外资买了是643亿 大涨了是将近5%的情况 上个礼拜只有一天外资是小幅的卖超 其他几乎都是天天买 好 问题来了 因为外资其实在昨天 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也是想卖了15亿元 换句话说 你不可能天天买吗 好 我们看得出来 外资在这个礼拜确实是有些买超缩手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礼拜 外资要再来买个600多亿 而且是台股要来再度大涨5% 我觉得不太容易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最新的研究报告是 外资是Morgan Stanley 他们发表了最新的看法 他们认为台股 今年整体的上市上归公司 获利至少会成长15% 明年成长13% 比原先的预估还要高 所以他们一口气调高了台股的目标价到 1万9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目前为止还是有几大变数 你要特别来持续观察的 第一件事情是台积电的法说 这个礼拜四台积电要召开法说了 而法联特别关心的是有几件事情 包括资本支出所谓的资本支出 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当你今天这家公司看好 未来的展望 以及你在手的订单非常多的话 你当然就会去持续的购买机器设备 所以你的资本支出会增加 所以现在法人要看的是 礼拜四的法说会上台积电 怎么说未来的资本支出 会不会再度大幅增加 以及最重要的是涨价议题 因为现在连电是传出 不停调涨代工价格 那么台积电会不会有陆续的情况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想台积电的股价 还是欲小不易 另外要再观察是台达电的股价 因为毕竟上个礼拜 我们在介绍完台达电之后 台达电真的很猛 可是我们看到外资 其实这两天也是有一些调节 所以未来要观察的是 外资是否会再回补再供 所以未来这两座护国神山的表现 绝对会左右 台股是不是能再供 16000点的关键的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大家也要观察的是美元指数 昨天美元指数是占回了90的大关 这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美元它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避险工具 所以一旦大家觉得国际股市有一些风吹草动 或者是认为国际股市涨太多了 我还是先把钱汇回到美国去 美元就会涨了 所以美元指数还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察的指标 那Morgas Lady和台股19000点 我个人认为不是不可能 那至少应该不是今年上半年会发生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前提 因为我已经把这份研究报告看完了 它的预估前提是 台湾今年的GDP的年增率超过6%以上 我们的主基础不是高速 我们是4%吗 还有很多的银行也都说 大概最乐观是4.5%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台湾今年强强棍 有机会来到6%以上 不过我想这是不同版本的评估 也就是Morgan Stanley的评估 是最乐观的版本 好 回过头来看 如果说外资在这边是持续加码 即使加码的力道不是那么强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着外资 还有内资去持续去做一些选股 没有错 帮大家锁定了一些外资跟本土投信 买超前10名的好股票 包括昨天是连点买了3万多张 第二名是新兴日月钢锦硕 那其实新兴跟锦硕 同样都是载版的公司 然后台新金 台新金比较有意思 其实台新金昨天的股价 还不到去年年初的高点 台新金公布了最新的获利数字 去年的获利是145亿元 跟前年比较起来是比较持平的状况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选金融股 而且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 对于存股这件事情 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么不如存获利最好的是富邦金 或者是现在呢 这个就是证券业绩强强棍的是元大金 那另外呢 外资跟投信他们也锁定了 像是林阳待会会仔细介绍 他是一个非常便宜的IC设计同版股 以及中寿南亚金元电人宝等等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连点 因为小自主买得起 第二个当冲的比例也很高 所以呢这张股票呢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因为事实上在上个礼拜六日 我们放假的时候呢 传出了联电跳电的消息 可是呢联电其实呢 在第一时间有做了一些盘点之后呢 他们有发成金考 他们说呢 目前看起来人力跟设备 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研调机构呢 他们也经过评估之后认为 这一次的跳电对整体联电来说 营收的影响是不到1% 可以说是维护其为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呢 昨天联电的五股价是开低走高 那不过呢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因为昨天的股价已经占回了50元的大关 到底有没有机会 在公道之前外资讲的60块钱以上 如果有的话 至少就表示呢 我还有两成的利润的空间 好我们也帮大家整理了 大家可以发现呢 他的财务的状况就是他叫出来的财报 其实还不错 去年的营收呢 是1700多亿元 年增呢是将近两成 是再度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那现在传出了新题材 新题材就是呢 呃原本是8寸呃 代工的一个价格呢 是要来调涨 现在呢 进一步已经扩散到12寸的部分 所以如果呢 这个部分成真的话 我想对联电今年的获利 当然就是呢 呃是锦上添花 那目标价比较不一样咯 其实呢 今年外资对于联电的目标价 一般是落在30到60块钱之间 主要是因为呢 大家认为呢 接下来可能这个中心的转单效益 到底存不存在 这会是一个疑虑 好我先讲另外一个结论呢 因为其实外资目前对台积电的看法 比较有共识 外资甚至呢 有一家是调高到台积电的目标价 到702块 可是呢 对于联电今年的看法比较分歧 所以大家懂这个悬外资赢吧 也就是其实联电的未来 是有那么一些些杂音的 所以如果你对联电有兴趣的话 我想在这边还是要手脚要快啊 三大法人连买两天买了13万张 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变数 还是我刚刚提到的中心制裁这个部分 因为外资一直认为啊 那如果拜登上任之后呢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可以稍微获得缓解 也就是呢 对中心的制裁应该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联电转单的效益 应该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可是毕竟呢 这个消息其实传来传去 目前都没有被证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数呢 大家还是要持续观察 再来我们来看的是星星 星星我记得我们节目一开播没多久 我就曾经介绍过这档股票 它是一家非常有潜力 而且财报数字也蛮漂亮的一家公司 先看我的标题 我的标题就是我的结论 法人疯了 星星的本益比南电还便宜 什么意思 因为其实载版三家公司 星星 南电 景硕等等都涨翻天 那星星呢 其实呢 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发生了火灾 这股价真的是被打下来 但没有想到呢 10月份真的是它这一波的低点 从10月份呢 就开始一路涨 两个月是大涨4成的一个情况 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启示 也就是当一家好公司遇到倒霉事的时候 就是它长期买点的浮现 好 那投信呢 真的是一路买 包括呢 题材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载版 载版呢 年复合成长率 就是至少是高达两成以上 载版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5G啊 用在大数据等等 所以听起来 它绝对是明日之星的一个产业 成长性比较特别大家要注意听 外资预估星星今年的EPS 大概是3.5到4块之间 明年6块钱以上 那目标价呢 外资也认为有机会来到128块 哇星星涨了4成多 现在股价还不到100块 那外资为什么看这么好 有机会来到130块钱呢 主要还是因为是跟南电做一个比较 外资孤 南电明年有机会赚8块 大家现在股价已经200多块了 换句话说 它的本益比是27倍 可是相较之下 我们星星呢 用明年的EPS来算的话呢 它的本益比也不过16倍 一个27一个16 所以为什么星星在这边会涨不停 可是我个人有另外一个结论 结论是法人疯了 为什么今年都还没过 现在才1月份 可是我们居然已经用明年的EPS 来评估它明年的本益比 所以这个就是本盟饼发烧的行情 好 再来我们介绍一档市 我个人觉得这档股票呢 其实是有点可惜 为什么 为什么说它可惜 这档是领阳 它是典型的Apple Card的炒作的概念股 以及铜板股 怎么说呢 因为它其实去年 股价的低点是7块多 这一路涨 昨天涨停板 今天早盘的时候 也是快接近涨停板的一个价位 目前很便宜 股价也不过20块钱出头 比较有意思的是 投信一张都没买 反而是外资一路满 然后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一直满 到底有什么题材 有什么Story 坦白说我也没看到最新的财报 但我相信外资在这边偷偷满 铁定背后有故事 好 它的题材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题材 还是跟我们上一集息息相关 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鸿海HI联盟 现在临阳也加入了 那临阳它是IC设计公司 它有一个影音系统的 这样的相关的一个订单 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汽车厂的订单 现在大家就在谈论说 他有没有可能因为加入了鸿海的联盟 所以他也会获得 Apple Card的订单 坦白说我们现在就是 Apple Card它是一个 股市非常关心 而且热络的题材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要持续follow 因为毕竟Apple Card 到底什么时候会来问世 还是要在观察 不过它有一些转机的题材 确实是没有错 20年前林阳正在当红 我记得20几年前 他的股价随随便便就是100多块 可是后来就是陷入了所谓的 蔡明介先生讲的一代权王的理论 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这十几年来来 他的获利大概都是只在0.0几块之间 如果今年明年有机会赚个 2块钱3块钱 我想当然就是不得了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刚提到外资现在是一路买 可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 车用订单的部分 我刚认为林阳目前还是一个 落后补涨的机会 好那事实上强迫就是典型的标股 它其实从去年的低点到现在 已经是大涨了2.5倍 那它是做这个二极体的 整流二极体运用在远距教学 用在家电 汽车电子等等 所以这家公司的题材 非常非常的多 那基本面来说的话 去年前11月的EPS 大概是2.5块 那今年公司是说至少会成长两位数 那两位数到底是20%还是40%还是80% 我想它就是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跟题材了 那刚也特别提到它布局电动车跟资料中心等等 那目前它的出货非常非常的强劲 所以公司说其实我们已经要积极扩产了 但是还是供不应求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调整价格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一波强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当然法人在这个月是买多卖少 买多卖少 可是因为股价真的涨很多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送给大家四个是逢低布局 好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鸿海 鸿海其实并不在投信跟内资这几天 积极买操的对象 那可是因为买鸿海的小股东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必须花个一两分钟时间 帮大家做解析 鸿海在我们介绍完之后 上个礼拜是股价大涨8% 好久鸿海都没有表现这么强劲了 那至于会不会来到 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外资 含120块的目标价 我个人认为这个礼拜不太可能 然后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发现 那它的这个包括呢 今年的EPS挑战9块钱等等 我想这些题材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筹码灭好 那主要是因为呢 外资昨天呢 结束了连续7天买操的情况 昨天开始调节 最重要的是我帮大家去查了 中南部的主力 有在做一些出货的动作 也就是很多中南部的这个大主力 他们其实鸿海买很久了 或者是他们觉得 一个礼拜涨8%够了 那现在行情呢 进入到比较一个短线上面 可能要整理了 所以我先卖先赢先卖一趟 所以呢 未来是否鸿海会再持续上涨 以今天来说鸿海的股价是持续比较疲弱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我请大家观察的是 如果鸿海涨不动 大家就有可能 特别是法人跟主力会把资金挪到 其他的鸿海集团的股票像是广宇呀 所以呢我想鸿海在这边上工确实是有一些压力 那今天呢相关的这些股票就提供给大家当做参考 也希望大家健康平安赚大钱 请大家订阅品观点开启小铃铛 同时也可以关注小燕有约的Podcast